大家好 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ACE基础课程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到了HPACE里面的get方法 去查询一条数据 或者说指定了列足指定列 去查询指定列的数据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API中插入一条错误的数据 我们怎么就给它删除掉你 那么HPACE同样提供了这种删除的API接口 我们下大课来继续学习HPACE删除指令 Delete 那么我们学完的get 我们去学Delete 非常方便 按照前面套路 我们是不是得分开Delete DELT Renew 它仍然是让你去删除 有个Key是什么 让我们学进去 好 Delete 它和get方式它有不一样的 来我们来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我们Table.Delete 比如像Table.Close 我们先把关掉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个Delete方法 我们再来看 04号有没有 都没有了 是吧 两个列组都没有 如果说我要 删掉 指定列组里面的指定列 那我们来抄一些命令 PUT Table 列组是 如 -1 列组是 F1 Lame Ending Ending 今年A 已经25岁了 已经25岁了 他 Email Email 这样是10088 QQ.com 好 我们再来去查询一下 这个 看到没有 它有不同的 这个列 那么我们再来 Name 是这个呢 是这个麦子 麦子 好 好 我们看 如果这里没有两条数据 是吧 OK 这个时候 我要去指定 我要把这个数据给删掉 我要把这个数据删掉 我把它Email删掉 这是我们怎么写呢 这个其实 跟GET方式 也要很简单 Delete里面 我们要去 是吧 Delete里面的 这个 列足 列 列足是F1 Email Rue k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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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词语执行一下 好 我们再去看看这个 执行的结果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 如高1的 这个 Email 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 那如果说我删除一个不存在的列呢 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来再试一看 它会潜似这么清楚 是吧 之前完了 我们再来看你们说有没有变动 它还是没有变动 那说明 我们删除 这个 这个 一个Email 错误的这个列 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我去删除 我列足 是 有问题的 我们看下会报什么 这时候呢 就会给你贴示了 就给你贴示了 给你贴示什么呢 说这个F3 这个列足 它不存在 不在这个表里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值呢 列足呢 是必须存在的 你列可以 所以说 这个在这个 创建表的时候 列足啊 必须有 列有没有 无所谓 如果说我们就要 要去删掉 同时去删掉 F2这两个Email和Name同时删 那么其实也很简单 对吧 Email 其实这个是不是跟我们 布加任何条件是一致的 我们看你们的结果 那么我们给大家衍生这个目的什么呢 说你里面的这个 删除这个列啊 你可以去指定 可以指定 如果说你不指定 那么呢 这位手啊 他就会 把所有的列都散掉 好 那么Delete里面呢 还有一个呢 叫DeleteColumns 还有这么一个 多了一个S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就明白 我们就测试这个Table-01吧 来我们测试Table-01 我们先把这个度假 我们给大家演示这一个 Table-01 他一个什么列度 F 那么这个列度Table-01 我们我们一次次来啊 比方说我们先这样啊 先加一个案例0 把案例1 我们任何K都不变啊 都不变 那我们做这个测试的目的呢 是给大家做个演示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好 他也有了这个一个词 是吧 我们再来按这个啊 好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来做这个测试 删除操作啊 F啊 我们来删除 这个Lim这个列啊 我们来删除一下 把UK-01 删除了 我们再看一看 好 我们不是把这个人给删掉了吗 所以为什么还有呢 为什么还有呢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把这个如 k 给删掉由零四面给删掉了吗 他为什么还会有呢 这就是多版本概念 我们这样来查询一下 看到没有 我这个Column是有几个 有几个end在里面 他之前最新的 所以说我们每次删除的话 他仅仅删除最新的一个版本 那么我们如果说 我去一次性把这搜的版本 都给删除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这就是Delete Column Column是区别 用这个方法 任何参数都不变 变这里Column 这个表示我一次性删除 所有列的所有版本 如k对应列的所有版本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OK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结果 发现是吧 rokey4 这个字已经没有了 这个字已经没有了 那么这就是这两个的区别 那么我们Delete方法 也给大家讲结束 那么希望大家在课后 给人去试着去 多敲击这样的API命令 也去试着去理解一下 Delete Column和Column是区别 试着去删除不同列组 不同的列 那么这些试着呢 我们先来试着 试着来 谢谢大家